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姿妹 我们感谢主 今天我们进入第八课 第八课就是上一次我跟您谈到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那一句话 就是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吸引他的不致灭亡 反而永生 那么上一次我们谈到 从他的第一节到十五节 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人物 他叫做尼格蒂姆 后来圣经里都告诉我们说 这个尼格蒂姆后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虽然他不是很张扬地说他跟随耶稣 但是他是暗中做主门徒的一个人 那么现在呢 在这个第十六节里头呢 就是最重要的一节的经文 我再把它读一次 你仔细地听一听 我要求你看一看 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那么在这个特殊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要告诉你啊 原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有三个人物的出现 又有三个动作的出现 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那么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他涌上 我刚才所讲的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有三个人物 第一个人物是什么呢 就是神自己 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之后 他把所有的一切都造得最美好 最美好的时候 他留下来 然后最后他才造人 在这个地球世界上 所以神爱世人这一件事 是绝对绝对正确的 有一个人问我 那么人被造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我告诉你 人被造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与神来往 所以人必须与神有沟通 人必须跟神有来往 人必须对他有祷告 人必须要尊重神 而且人必须敬拜神 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的 那么讲得比较清楚一点 今天我们跟随耶稣的这些基督徒 我们应该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生命的目的 我们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为神而活 为主而活 而且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我们的思想 言语 动作 存留 都要荣耀神才可以 所以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 无论你怎么样的思想 但是我要告诉你 神造人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要与人沟通 神把这个美丽的世界 交给我们管理 就是要我们享受 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人物 就是讲到神 虽然我们没有看见神 虽然我们没法子 可以在物质上来见神的面 但是当我们看这个宇宙万物 这么奇妙的时候 难道我们可以忽略说 这个世界没有神吗 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最近我在电子邮件上 收到了一个电子邮件 就是有一个人 他把世界上最大最伟大的 最重要的 就是最厉害的一个望远镜 他所看的这个天文上的照片 都放在那个地方 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件事 当我们看见星球之外的星球 宇宙之外的宇宙 那个地方所有的天上 所有的现象给我们看见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不信有神 有一次我们到那个 尼亚加拉大坡坡的地方 看见重水流下来 那个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个坡坡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 看见水冲下去 听见水的声音 我相信在那个地方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没有神 宇宙万物告诉我们说 神与我们同在 这是第一个人物 那么第二个人物是谁呢 神爱世人 世人就是世界上的人 有一次我问一个人说 我说世人指的是谁 他说指的就是我啊 因为我是世界的人嘛 我说对对对对 那么世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世人呢 世人我要告诉你 因为我们的祖宗犯罪 所以罪呢 就进入人的生命当中 我用现代的语言告诉你 于是乎在人的DNA里头 在人的Gene里头 就有了罪的Gene 就有了罪的DNA 所以人不需要教导 他可以撒谎 不需要教导 他会自私的 不需要教导 他会犯罪的 他会打架的 所以所有的教育 都是劝人为好的 但是不需要劝人为坏的 人自动会赌博 人自动会贪婪 人自动会色情 人自动会打仗 所以这个世界直到今天 没有一天是安宁的 都是在各样的痛苦当中 人所做的每一件事 假如你诚实的 看一看你自己的话 你不能够否认 人真是一个罪人 继续因为亚当 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 把那个罪的DNA 留在他们的细胞当中 感谢主啊 我们的主耶稣 他不是用玛利亚的细胞 生下来的 他也不是用约瑟的细胞 生下来的 他是圣灵感孕 生在玛利亚的子宫那个地方 他只不过借玛利亚的身体 十月怀胎生下来 所以他没有人那个犯罪的DNA 他是神的独生儿子 他是那个最干净的人 所以我所爱的弟兄 我所爱的姊妹 我想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谈到第三个人物 神爱世人 甚至于把他的独生儿子 那么第三个人物是谁呢 第三个人物呢 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他从天上来 把我们所犯的罪 都带在他的身上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图画 或者耶稣基督被钉在石架上的时候 我站在那个图画面前 看了大概三分钟 忽然之间我有一个感动 我说那个经济的冠冕 不应该戴在耶稣的头上 那个经济的冠冕 应该戴在我的头上 因为我的头里头 很多肮脏的思想 那个铁钉 不应该插在主耶稣的手上 它应该钉在我的手上 因为我的手打架 偷东西 拿那些不应该拿的东西 那么然后 那个铁钉应该插在我的脚上 因为我的脚带我去犯罪则恶 在那些黑暗的地方 做那些不能够见得光的事 我是一个罪人 我需要神的儿子拯救我 所以耶稣基督就来了 祂是独一的救主 祂就是我们独一的真神 祂是神的独伤儿子 这是三个人物 那么三个动作是什么 第一就是爱了 神爱是人 神爱是人 不是用嘴巴讲的 然后第二个动作 甚至于把祂的独伤子赐给他们 就是说神的爱是有动作的 就赐给我们 把祂的儿子赐给我们 就是一个实在在的 一个爱的表现 那第三剩下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跟我必须把我们的心门打开 请神的儿子进来住在我们里面 实实在在住在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的救主 成为我们的恩主 也成为我们的君王 一生一世 我们要尊重祂的话语 今天我们这一刻就到这个地方 但愿你可以记下这三个人物 也这三个动作 那么下一次 我们就进入第九课了 第九课呢 就是讲到有一次 耶稣基督跟一个撒玛利亚夫人 谈到的事 我教她做火水江河 那请你千万不要错过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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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